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来自中国杭州 很高兴接受邀请到这里来给大家分享我们的工作 我今天想要讲的题目是关于材料的更新 这是我们的工作室 非常小 叫业余建筑工作室 是非常个人的一个工作室 我想分享给大家的是 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回收材料的使用 这是第一次我们亲手建造 使用回收的材料 可以看到我们使用的这个夯土 是从其他艺术家的基地回收来的 右边地上的黑色的瓦是当时杭州的河坊街正在拆除 建新的街道 我们从现场回收来的材料 这是我们周边的场景 那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 中国正在快速地城市建设过程当中 到处都有这样的拆毁现场 所以我们想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从中国乡土建筑传统中 找到更有智慧的建造方式 破解城市急速发展与乡土建筑严存的僵局呢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带领我们的团队 做了大量的调研 你们可以看到 这些乡土的传统建筑上 他们使用了大量的回收的和自然的材料 可以看到有这个夯土 还有回收的砖石 还有一些木结构的做法 所以我们在想 对中国传统乡土建筑来说 材料永远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 材料决定了做法 下面我分享几个 过去20年间 我们工作室做的几个 和可持续材料 使用可持续材料有关的项目 就是2001年到2007年之间 我们设计和建造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 我们使用了回收的瓦 和砖 差不多用了有800万片 但是我们设计和建造了全新的校园 这张看到的是都使用回收的砖 这个是俯瞰向山的校园 全景 2006年 我们在建设和设计这个校园的时候 我们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 把这个设计的片段和建造的片段 带到了威尼斯给大家分享我们当时的思考 这是第二个分享的项目是 2008年建成对公众开放的宁波博物馆 这是我们在设计之前对这个区域做的调研 可以看到他们传统的建筑里使用了大量的回收材料 这是我们使用回收的材料 但是用全新的设计做的宁波博物馆的立面 这个可以看一下当时建造的现场 这是建成以后的宁波博物馆的 下面分享一个项目 是在2010年 这个项目很特别 因为我们在2000年使用过这个夯土之后 这是再一次在新的建筑上使用夯土技术 但是这个技术已经是一个全新的技术 我们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 使用了一个新的夯土技术 这个是建造的场地 这个项目很特别 因为所有的夯土的土就来自于这个场地本身 这个是在做夯土的现场 这个项目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是我们第一次使用小的木材去建造大的结构 右边是可以看到传统的 左边是我们用新的技术来做的设计 这个是建造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里面有夯土和木结构 我们是希望所有的设计是新的 这个材料是从传统中来的 再可以看一下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材料 是红色的是我们回收的钢片 非常的漂亮 它实际上是在中国这个是作为垃圾的 这个是建造好了之后 下面分享一个博物馆 美术馆和档案馆群的项目 这是在2010年到2014年设计 2014年到2017年建造的 这个是当时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周边正在发生的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设计图纸 这是项目建造的施工现场 工匠们使用我们的设计图正在做施工 这是我们在现场要求工匠们 按照我们的要求做的试样墙 就是整个建筑的设计的图纸 看一下建造完成之后的状态 屋顶上使用的那个红色 是一种工业机制的回收瓦 可以看到这个立面也是使用同样的材料 下面我讲一个新的 最新的我们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很特殊 是在疫情的三年设计和建造的 杭州国家版本馆 我们也使用了夯土技术和木结构 但是在这个项目里我们增加了两个材料 青瓷和青铜 我们把过去在其他项目中使用的经验 在这个项目里应用 我们希望能够使用的是自然的材料和真实的建造 这可以看一眼建造好之后的照片 这个也是在现场对工人进行夯土的培训 因为每一支施工的团队 实际上他们都是全新的 我们需要教他们 这可以看到这个是夯土的施工现场 这个是建成之后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那个青瓷 我们在这个项目里第一次试验的材料 通常它是用于我们家里的器皿 就是吃饭的盘子或者是茶具等 这个技术最早是在一千年前宋代的时候就有的 但是用在这样的建筑上是第一次 这是我们跟当地的工匠师傅一起改造这个窑烧制出来的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现场 这个材料非常地漂亮 它会根据天光不断地变化 在这个项目里我们也是大规模地使用了小的木结构 做大的跨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结构 这个结构有差不多一百米长 这里我们还使用了另一种从传统的木结构学习来 但是全新的桥梁结构的木结构 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建成之后的这个状态 最后我想说我们通过不断地实验材料的可持续使用 竭尽全力去完成每一个作品 去探讨自然与人工 传统与现代 手工与机器 并修复它们之间的关系 为未来留下足够的我们今天想要传达的信息 谢谢 谢谢